劳民伤财 北京部分地区又疯了 澳大利亚智库 四大因素令中共无法崛起 美提震撼新法案 对台武器出售将走上快车道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4月10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中共当局坚实不松懈的清零政策 其实是在重复过去的人定胜天的戏码 为的是一方面驯化中国民众 另一方面走出一条所谓 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抗疫道路 在刚刚过去的北京冬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 习近平自诩清零防疫政策 为全球提供了有益经验 应该获得一枚金牌 仿佛世界还欠他一枚金牌 不过现在开始打脸了 在上海全面封城后 北京疫情也开始升温 当局封锁了北京外围的行事道路 导致北京人员和企业受到影响 4月9日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 官方强调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 官方通报了北京市的新增确诊病例 涉及朝阳区和顺义区 此外 朝阳区九仙桥街道二街坊 升级为高风险地区 当局要求封控区居民足不出户 根据北京市民发布的视频显示 九仙桥所有小区 饭馆 商店和医院被停 被封闭 小区门口外由门卫或警察防守 4月8日朝阳区进行全区核酸检测 其中八个重点街乡 已进行了第三轮核酸采样 9日将对九仙桥 继续开展重点区域核酸采样 目前 连接河北省 廊坊市 香河县 大厂县的公路已经被官方封锁 这意味着北京东南方向的进京道路被截断 与北京朝阳区有密切联系的河北省香河县 尽管没有发现一例病例 却已经封城近一个月 当地不少民众不能进京上班 企业无法与北京进行业务往来 不过 香河食材城一名商户老板孙平说 从3月13日香河就开始实施封闭管理了 现在当地根本没有疫情 但是政府还是不让当地货车和客户进出香阁 现在香河所有工厂没法生产全部都停了 孙平表示 现在各地疫情严重 生意本身就不好做 我这里的房租一个月几万块 这让老百姓怎么活 据报道 现在情况还不止于此 广州的封城恐怕也在路上 而且几十个大城市的高速路口已经被封了 中国崛起及中共崛起成为中共近年来的一个宣传口号 对内对外都曾产生了巨大的扭曲影响 对内重新营造了新天朝的假象 对外则造成了中共很快超越美国和西方世界的错觉 澳大利亚刚刚出台的一份报告认为 与那些评估中共崛起会对全球政治产生更广泛影响的预期相比 对中共崛起的说法应该被大幅下调 3月15日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了一份重磅研究报告 重审中共崛起说 报告认为 中共崛起的说法建立在中共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预期之上 即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50年 中共经济每年增长4%到5% 如此一来 中共可能很快就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美国单极时代终结 中共还可能建立全球经济霸权 人民币可能代替美元等等 但报告预测 到2030年 中共经济年增长将放缓到3%左右 到2040年放缓到2% 而从现在到2050年 总体平均增长2%到3% 如果增长只有2%到3% 中共的未来看起来就大为不同了 中共仍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但永远不会形成对美国有意义的领先优势 即使到了本世纪中叶 中共的繁荣程度和人均生产力 仍将远远低于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 不足以赋予中共任何与美国总体竞争的重大优势 中共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竞争的能力 也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实力 而且如果没有经济繁荣的助力 中共更难吸引伙伴国家 中共也缺乏与西方主要经济体 进行整体竞争所需的经济实力 例如 将资源用于科学和创新 军事支出或资助海外基础设施项目方面的能力 鉴于中共的生产力水平仍然远远低于全球 理论上中共有可能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 比如到2050年每年增长5% 然而如此的前景预期 完全不符合以往的历史经验和中共发展轨迹 中共经济更可能面临着下行风险 因此 报告认为 与那些评估中共崛起会对全球政治产生更广泛影响的预期相比 对中共崛起的说法应该被大幅下调 对西方而言 中共崛起不应该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基本假设 值得注意的是 报告对中共经济采取相对乐观的态度 即排除了中共未来可能发生的政策失误 金融脆弱性 国际环境变化等负面不确定因素 而只是客观分析了中共过去经济成功的经验要素 包括劳动力 房地产 公共投资 生产力增长等方面 利用跨国统计数据进行预测 第一 是中共的人口制约因素 中共经济长期增长前景中 最直接的影响来自人口结构的变化 中共过去严厉的人口政策和人口结构快速转型 意味着未来几十年内 中共的人口将迅速萎缩和老化 二 住房投资面临结构性下降 中共人口的下降意味着房屋需求的下降 同时也表明了中共的住房市场 现在面临着结构性衰退 在过去的20年里 中共的住房投资估计翻了一番 占GDP的14% 约占所有私人固定投资的一半 相比之下 美国在2000年代中期的房地产热潮中 房产总投资占GDP的比例只有6% 中共政府对房市供应过剩 过度杠杆化 投机性投资和价格快速上涨的担忧由来已久 而最近开始的对住房市场的控制 三条红线等等 更引发了对广泛的经济危机蔓延的担忧 第三 公共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 中国的公共投资约占GDP的16% 大大超过了当今任何其他主要经济体 世界银行2019年的一份报告指出 中共是第一个以相对低收入水平开始发展高铁网络的国家 自2008年以来 中共已经建造了超过2.5万公里的高速铁路专用线 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 中共人均公共资本水平已经很高 这意味着中共利用公共投资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 第四 生产力增长放缓 虽然很难判断中共未来的政策方向 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 中共生产力的增长在长期内将继续放缓 首先 生产力增长放缓 符合追赶型增长的经济思维逻辑 其次是中等收入陷阱 另外是中共面临额外的国际环境的压力 报告的核心论点是 截至2050年 中共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每年2%到3%左右 这意味着对中共崛起的说法进行了大幅降调 报告表明 与大多数现有的研究相比 特别是与那些考虑到 中共崛起对全球政治更广泛影响的研究相比 对中共崛起的预期应该大幅降调 对西方而言 中共崛起不应该成为一个以所当然的基本假设 乌克兰的战争已经给了美国一个很大的警示 必须随时防止中共对台湾发起进攻 近日 美国联邦参议员霍利是美国著名的反共护台议员 向国会提出台湾武器出口法案将缩短美国国会审查时间 消除行政障碍 加快向台湾运交关键武器 中华民国外交部对此表达感谢 并透露 这个法案通过后 美国国会对台湾军售案的审查时间将缩短一半 霍利指出 威慑中共不敢入侵的关键是确保台湾拥有自我防卫武器 包括水雷 反战车飞弹 可协式防空系统和其他不对称防卫能力 法案的内容包括 把台湾重新指定为出口管理条例的A5类别成员 这个组别的成员主要是美国的盟友与伙伴 如北约成员国等 台湾将和他们享有同等待遇 中央社引述国家政策基金研究会副研究员接受的谈话指出 法案如果通过 美国对台军售的国会审查日期 将从目前的30天缩短为15天 甚至在紧急状态下 还可进一步让武器运交台湾的警政流程 减少35天到55天 他解释说 美国将军售对象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主要盟国 包括所有北约成员国与以色列 南韩 日本 澳洲等 军售时 发架输草案金额超过2500万美元 才需送国会审查 国会审查期限是15天 第二类是包含台湾在内的一般国家 发架输草案超过1400万美元就需通知国会 国会审查期限也增加为30天 接种强调 法案如果通过 将使美国行政部门在台海紧张情势升高 以致有必要紧急对台运送单价较低的弹药 例如标枪飞弹或刺身飞弹时 只要将每笔军售价款控制在2500万美元范围内 就能省下20到40天的非正式通知时间 与15天的国会审查时间 此外 美国在透过军售制度释出 主要武器系统与关键技术时 往往会优先给予第一类主要盟国 之后才考虑给第二类一般国家 如果法案通过 让台湾在美国军售制度中的地位 完全等同于第一类主要盟国 将勇助台湾更早取得先进的武器装备与技术 大家好 我是粤语主播Serena 我们漫威TV最近开了一个全新的粤语频道 用广东话和大家一起看世界 粤语频道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六持续更新 我们新频道的连结就在下方 欢迎各位订阅和赞同我们的新频道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